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波好消息引来看到短片 短片的就是北京人民 漏夜排队 一夜之间刺激整个北京啊 中国的房市 那当然这三招其实很简单的 第一就是你曾经买了楼 那时候你要立的利息是高的话 这样可以减利息 跟现在买楼的基准是一样 或者跟当年你买的时候最低的基准一样 就是降息 第二就是容许家庭买第二套楼 而第二套楼的当然 譬如好像过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你两夫妻 你买了一层楼 那你老婆就不能够买了 但现在不是 现在你老公买了 那老婆没买的老婆可以买 第三就是容许减格 第四 最重要的这一点就是说 你们只要肯买楼的话 除了优惠之外 更多的就是首期 大家都知道一层楼五百万 如果以中国来计算 他们要给四成半首期 即使你是首置都好 真正的北上港深 你没有四成你不用想 就是说你起码 你都要拿二百万出来 未计十星的话 即使你要存到二百多 甚至连装三百万 你才进到一间五百万的楼 但是现在不是 最低的已经去到两成 即是两成都接受的话 即是你拿一百万连装 即是你投尾你可以拿少一百万出来 长命债长命 慢慢攻 立多少利息 结束了一件事 这几招其实是重点的 因为这一次是真正这样针对买家 之前中国救市 它是救房地产 你千万要建楼 你千万要买地 我借给你 你顶住利息 你千万不要塌 是这样的救市方式 今天是针对中国人民 来到这里 真是为北京人打了一波鸡血 结果 漏夜这样排队买楼 更重要的就以今次这几天 只是登记买楼的人超过一千百百宗 过往 全年就以2022年只有三千九百宗 现在直接这样占了一半 一个月 那你就知道 几勇药 即时在北京你见到大量的 以前的优惠 全部取消了 有些人说 哇 想着便宜五元 结果要多给五十万才买楼 有些即时反价 做好个事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上海 上海也都刺激了新一波的小阳春 但是广州和深圳是一点火花都没有 广州人对这一次所谓的降息 降准 甚至降首次 即首富 即首期 他们一点都不敢命聚 而深圳更加 该优惠就优惠 该推出的突出 一些水花都没有 你就觉得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会 那当然对于中共来说 为什么在九月份做这一个举动 因为中国传统买楼的叫做金九银十 而为什么北京会这么黄 因为北京的人 你容许他买第二套楼 第一当然他们觉得北京是有投资价值 而最重要的北京人是看不起其他省份的人 而第三 就是他们基本上在北京能够生活安然有楼的 最重要的一是当官 一是国企 就是稳定的收入 亦都是真真正正的权钱交易那群人 所以你今天放宽 你就看到北京排大队 因为他们只是觉得底便宜 他们其他考虑是不成立的 那至于深圳 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 实际上深圳工作机会 全靠现在香港顶住 那你说过去不停地飙升飙涨 从来都不跌 今时今日的购买力 已经不如以前最重要的 就是很多人对深圳 对广州失望他们离开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你就看到连水花都不是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就看到 看到什么 看到大量二手楼扔出来 尤其是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都是 大量的二手楼减价 然后扔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套衔是时候 你不是买新楼才有这个优惠 而是你买二手楼都可以 是这样的话 之前勒住勒住 那么多楼宇扔出来 都无人问津 今时今日 便宜点走出来 希望 希望这一个政策刺激到那些人 买二手楼 这样这些人就可以一脱求生 可以卸低个包袱 可以脱到 拿回一身彩 就以北京为例 访问很多的北京人 他们都说 我打算买了我二手楼 然后买新楼 改善自己居住环境 那么你不能够否定不是 但是更多说 我打算趁着这个时候 扔一层楼出来 卖了我不会再买回 因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 因为中共的房地产政策 他们是失望到云 这次的暴力救市 会不会是几日货仔 还是有一套比较远的 我可以很老实地回答你 这次的烟火是不会帮助到楼市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买楼是几十年的事 你不是买股票 你今天买明天放 或者是少少你可以离藏 而你拿着物业 最重要的就是跌了 人家会不会买 很多种因素 以前为什么楼这么没卖 是最主要有一个合理期望 然后它会升 创造到财富 今天这种这样的合理期望没有了 而他们更加知道预估就是中国经济下滑 楼市会再跌 这样的话你今天埋位 到你真的要走或者你要换的时候 你根本上是没办法 就像我有几个网友他们想移民到英国 结果因为楼宇价格 你得紧要得制 不单是这样 还没人看楼 导致了明明安排好了 到现在都还在香港 不能够连根拔你 其实道理是一样 现在中国就是面临这样 即是好像股票 是吧 四大救市政策 减印巴税什么都来 结果一分钟打回原形 只是升了一分钟 今天的楼宇 你告诉我 因为你事实上 你是比较少了首期 除此之外 还有些什么 价格没有减到 那你的优惠又没有了 那你说了 怎样能够令到中国人闷钱 当然 止住不炒 在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 最重要是你买 除此之外 根本上是任何事情 都已经做不到 这次的反弹 港股 弹了五百多点 收市我还没看 因为现在都差不多收市了 3.53分 但是我都觉得这些是昙花一现 每每一走高 那些人就走 即是等于这次楼价一炒高 加价 跟着你就见到二手楼大量的盘 订出来 跟着他们就想着 建高 那那声订 想办法套现收场 其实这种做法 和股市是没有分别的 一走高我就走 这次中国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做法 是可以刺激到别人买楼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 以前因为房地产的兴起 令到中国的GDP暴涨 今天也都因为房地产令到大量的地方债 和银行债 地产公司相对这样的违规 以前是利好消息 现在听到房地产 就是一个坏消息 中共有没有办法搞得碰这个烂楼市 我真的不太好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也都希望大家请大杯一杯咖啡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二十几年 为18至47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息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港币15万内 无需阿斯成绩 我们为18到31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扮理劳工定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也为50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就快点找Christie啦